在介绍了我们的脉波宽度调变 皮特恩的基本观念之后 我们要比较详细来讲它的一些细节 那这边呢我们会讨论到它的一些 那个名词跟它的一些观念 比较细节的观念 那脉波宽度调变呢 它是用固定的那个脉波频率 那改变工作周期来产生相对应的电压 所以刚才的图形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像这样子我们的那个脉波频率呢 就是1Hz 那我们如果以那个准位1或高准位 为那个工作周期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调整这个 1的准位的输出的时间 我们就知道它的相对应电压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很明显 我们会产生差不多0.2的电压 那这个时候从功率转换的角度 从那个滤波的角度 我们都会得到一个直流电压 再次只要你的工作频率够快 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当你的那个脉波频率是一样的 可是呢你工作的周期时间 几乎是80% 90%的时候 那相对应的 你所传递的能量就是80% 那你可以想见 如果1的时候表示我们的LED是打开的 那那个0的时候表示我们的LED是关掉的 那你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 你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背光明暗的效果 那这个就是一个脉波宽度 我们只是做图的放大 再仔细的跟大家做解说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它的参数的讨论 我们必须知道它的参数是如何决定的 那脉波宽度调变的参数 第一个其实我们要决定的就是载波频率 载波频率或是切换频率 或是我们称为PWM的周期 那它的切换频率 其实就是周期的导数 那我们会在这边呢 我们暂时称它做TP或是FP 那当然频率就是周期的导数 所以在右边的图形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每次呢在经过TP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开关一定会做切换的时候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经过TP 我们的开关一定会把它打开 一定会把它打开 除非除非我们的TD 我们的工作周期是0 那也许就不打开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看除了知道工作频率 载波频率以外 还有一个叫做工作周期 叫做Duty 那这个周期就是所谓的TD 它是一个时间的长度 也就是逻辑一所占的时间长度 那逻辑一所占的时间长度 跟我们的工作周期相比 其实我们就会得我们在高频的处理上面 我们就得到一个那个比例的效果 所以其实我们除了看TP跟TD以外 我们更常讨论的是所谓的工作周期比 Duty Ratio或Duty Cycle 那一般我们会用D来做表示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比例的比例的时间 它的公式其实就是D会等于TD除以TP 那逻辑一在整个周期里面所占的时间长度比 记住它是一个比例 那所以在一般的教科书里面 我们会称为它是做这个名词D 工作周期比 也有时候会被称作为叫做作用比 工作比 那或者叫做占空比 会有各式的名词 那原则上我们在一般的应用里面 TP是比较少去更动的 这个时候我们更动的其实是TD 那往往是从工作周期比 这个Duty Ratio里面去乘以TP 去得到TD 去更新这样的TD 所以其实它的名词也很简单 它的观念也很简单 那后面要考虑的就是 我们到底要它控制些什么 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就是一个悬波的PWM SPWM 如果你一个周期 用10点来逼近它 就会得到这样的效果 那当然 我们说我们 它的那个等效电压 是它的那个 Duty Ratio所占用的比 所以你会看得到 虽然我的蓝线是一连串的PWM 它是10个PWM周期 那可是呢 我们所产生的一个 那个等效的电压 会是红线的部分 那当然因为我们的频率 我们的那个PWM的频率不够快 我们的周期过慢 所以效果并不是太好 可是在这样相同的那个 效果里面 你如果把我们的 Carrier 弄得比较小 弄得比较小 我们的频率弄得比较快 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那个悬波 悬波在这个例子里面 就会看到它非常近似悬波 它非常近似悬波 我们用100倍的 用100倍的频率 的那个PWM去模拟一个悬波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做适度的滤波 其实要滤出红色的悬波 甚至于我们要让它 比较全等于真正的悬波 就不会是太难的一个效果 所以在这边 大家就可以想见 如果要用SPWM去逼近一个悬波 其实Carrier的 就是它的载波呢 载波频率要比较快一点 它的周期要小一点 那原因无它 因为它是一个滤波的效果 那相对于上一堂课 我们讲的那个 讲的那个DAC的观念 或是ADC在做取样的观念呢 这边用SPWM去逼近 其实会比较辛苦一点 会比较辛苦一点 毕竟它不是真正的产生准位 它是用一个比例的观念下去 得到的准位 那除了PWM输出on-off以外 我们实际上还是要经过滤波 才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 那个类比的值 所以在这边 我们就会需要一个低通滤波器 来把原本的on-off 1与0或高准位低准位的 一连串的卖波 把它滤成我们所需要的类比电压 那我们要设计这样的一个低通滤波器 来逼近 那这个是瑞萨的那个application node 那个应用的那个参考资料里面 所提供的一个参考电路 那可以看到R2的部分是一个pull high的电路 那其实我们的滤波实际上使用的是R1跟Rc 所构成的一个低通滤波器 那这样的滤波器是一个被动滤波器 当然它的那个效果也是不是太好 因为它是一阶的滤波器 但是你用这样的观念 其实就已经可以去逼近一个类比电压的效果 因为它经过Rc会把那个原本的高频的部分滤掉 那至于Rc的指要怎么决定 就要看我们所需要的频宽 跟我们原本的那个载波的频率是多少 载波频率多少 那Rc的那个3dB的那个截止频率呢 Fc 它其实可以用以下很简单的公式来获得 我们会让它得到那个2πRc分之一 其实就是它的3dB的一个效果 那3dB的截止频率呢 就可以帮我们滤出一定的 一定的那个类比电压 就可以把串列的感觉 就是onoff的感觉消除 当然你的Rc 你的那个3dB的那个截止频率 离那个我们的那个载波频率 就P2频率呢 越远也就是你把它滤的更干净 把高频的部分滤的更干净 你其实就非常简单的可以获得 更类似于我们那个真正的连续信号的样子 其实就是我们原本的那个K 我们原本PYM的一个调变呢 把它的载波滤除 把它的载波滤除 所以怎么去决定这个Fc是一个技术 可是这个滤波器是被动的 所以它会有一些问题 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刚刚讲过 它在那个处理器里面 它的那个驱动能力都是有限的 虽然我得到这样的电路的效果 可是你后面如果接着负载 你就会破坏了它的滤波效果 或它的驱动能力 所以一般在这样的这样的效果 电路里面 我们后面会再加一个那个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 我们就可以提高它的那个电流驱动能力 或者是我们会直接利用运算放大器 来做比较高阶的滤波效果 我们会设计我们的滤波器做比较高阶的滤波效果 那以上就是我们 简单的介绍 那个PYM的比较重要的一些参数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所谓的周期 或者是那个PYM的频率 我们也告诉大家 Duty Ratio的定义 其实它就是一个比例值 我们告诉大家 那个它的Duty 也就是它的工作周期 跟Duty Ratio的关系 那另外我们看到一些实例 知道怎么去做它的比例 也知道怎么去设计它的滤波器 让我们的PYM可以更容易的逼近 我们的那个类比电压 那以上就是这个部分的课程